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很多玩拳皇的朋友都看过玩大的这部电影 同馆长很不幸在片中扮演了嘟嘟这个倒霉汉子 来眼界和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老子还没死呢 和片中一样我对阶级十分热爱 生活中我也有像眼镜这样一起混进阶级厅厅的homie 就是这祸了他叫想 aka号称植物园拉尔夫 激泡拳摸遍正阳无敌手 馆长也是号称松江镇克拉克 在如公被我愣上天的人比要他长得粉丝还多 上学时我们就出入各种游戏厅虐狗 直到工作了游戏厅没了 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失去了名字 直到SIK四周年出了NUGO迷你街机 这个见货又找到了我 青春回来了 我们又可以互相虐狗了 嗯 等等 全皇打不能玩 各种山寨机 各种模拟器 各种平台 干嘛非要花八百多买这个呢 家里有矿啊 呃 可能是因为想是一个比较和爱的人 搞不着玩狗啊 这不是点对点 小条都没玩屁啊 这他妈什么时候干 你脚怎么联 这边没感觉的呀 我你就有延迟的都晓得不了 领地零也没有 还是延迟晓得不 网上平台卡的一笔 这个也能玩的 其实呢 我们主要是买个情怀 我去年买了个表 赶紧来猜猜 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游戏列表 因为配色 我们选择了亚洲版 四十个游戏 风移全亚洲 亚洲版独占的是 拳皇九四九六九九二零零一二零零三 阿碧恶狼二 月华战士一 痛快刚刚 金行曲 外兽之王二 战斗边缘 影尖猎人 忍者战士热血 快到 阿尔法任务二 梦幻想精灵 正面是NUGO的标志 好多机友并不知道这两个 光头海尔兄弟什么来头 SNK七八年建设 二二年开始搞街机机版 人家早期也是有机箱物的好吗 就是这货 像不像 取出主品 各种配件 还有贴质 这个基本信息啊 如果你觉得作为一个肥宅 这样玩游戏有一点辣眼睛 那么OK Type-C手柄 可以让你和你的homie互动起来 一黑一板 手感不错 实量最好 但是这个手柄 对我们用资深SNK名义来说 是有一丝遗憾的 这是NUGO CD时代的手柄 并不能代表SNK 饥黄最辉煌的时代 所以同馆长大胆预测 先买一个好 不久 SNK应该会推出 它最具代表的 NUGO AES的 专用摇杆手柄 复刻版 他们出第三方也会出的好吧 我三个月内 他出了 请将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并叫我一声 开机 NUGO跟世家老人的情怀 小鸡鸡相比 就是他真的变血 因为他有屏啊 直接就能搞啊 这不能算跟风啊 配上充电吧 我们就可以去地团里 装逼了 好了 我们开始吧 选个游戏 来酒吧 来酒吧 酒吧不留上 来酒吧主气不平衡 一个巴掌大的机器 让我们回到了过去 想说的对 是买个情话 珍惜现在的机友吧 因为说不定哪一天 你们的游戏天空就消失了 来对了 给你们看看我们的 高手之间的对战 拉尔夫大战 克拉克 请不投资 离开 加电 优优独播 是沒有顏值,可以配得上我們